Carsay Cars 新音乐 产业 观察 采访 大家好 我们是Carsay Cars 我是吉他手 还有主唱张手王 我是鼓手李青 我是李维斯 咱现在从哪儿说 先从那个十强那个轮比赛开始说 不因为我觉得你在台上 当时有好多特别想说的话 但是可能碍于那个场合 就是根本差不上 对 就还好我想说的 就是着急忙慌抓紧也都说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 就说实话 我觉得可能 选这歌可能会亏些 因为这歌大家就是太熟悉了 或者它跟白歌还不太一样 白歌可能大家觉得当流行歌曲 但是这歌大家觉得可能还有一些感情的联系 所以你对它那个任何大的感动 大家可能会觉得受不了 但是你一不改吧 大家会觉得太平庸 就怎么着 好像都不是很讨好的一首歌 然后可能前面 其实我觉得大家好像 但到后面 越来越造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大家 确实可能会觉得 哎呀有点出乎意料 你们后来会有 有在复盘吗 这个歌哪些地方 没有 因为打一开始 就觉得这歌特好 嗯 就整个编曲就是过程中也特别顺畅 就是特别不顺畅 嗯 就是想法不一样 嗯 对 就吵 其实这个想法 这个动机 最一开始就有了 然后整个半个月的时间 都是在吵 要不要这么弄 所以特别不顺利 但是弄出来 就觉得可以 可以更深特别好 对 这个歌是 其实是你选的吗 包括这个最早的 你下一块选的呢 他有一个歌单 然后那个里面 就是有一些歌嘛 但是 就是别无选择 就是好像大家 肯定都会 就我们三个肯定会选这首歌 嗯 然后当时拿 拿回来其实 因为当时已经录到懵的状态 就是 选哪个 就没有 然后 脑子已经不转了 录到那时候 嗯 但是第二天 想了一下 这歌其实很难翻 就是 确实你说的 就是大家对这歌特别熟悉 然后 你如果 一是他比较难唱 二是 你对他进行特别大的改编 大家有可能接受不了 嗯 但是这个也都无所谓了 反正排的时候 因为他们俩就是 先想那个 底儿 就是贝斯登鼓的 嗯 然后 再就是 大家碰到一块 然后再在一起 说 但是这个可能有点 跟以前 卡尔创作的那个 模式不太一样 所以 就是 就是 是一个 以前没尝试过 的创作方式 所以这过程 其实有一点 有一点 有一点 就是 不是特别顺畅 嗯 就最后 其实 就感觉 因为台上主要是李琼在说话 就感觉你对这个 我在说话 就是你 我觉得你说的很多 也感觉你 好像对这个歌 包括对这个和这个版本 好像就轻度的感情特别多 对 是 就是主要是 就这个台上之后也说了嘛 就是 它比较重要的一个点是 因为我们上一周演的是 这乐队最早的一首歌 对 最早的四首歌之一 然后 就是 这首是完全15年以后 然后我们又在一起 算是 重新写 写的一个歌吧 嗯 就是这种改变的话 对 它 因为我们的那个 那个 之前的单曲还没有发 那可能是在大众面前 是我们 重新在一块以后 第一首 新的作品 第一首新的作品 我是觉得 这15年的变化很重要 嗯 包括 其实我们平时排东西也在说这个事 就是 过去15年了 大家 可能有时候在一块 或者不在一块 就是都做了这么多的音乐的尝试 就是 可能用 理言的话说 就是呆透了 嗯 然后就 一定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写这么一首歌 嗯 我觉得不管 结果怎么样 但是 大家 如果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第一首歌和这首歌之间的区别 包括 根本不是一月 对 对 我一直说 相信自己的神脉 嗯 就是这首歌出来 我是觉得 它是好的 嗯 然后 我不觉得这个歌有很多人听过 并且喜欢 可能对年轻的一代来说可能会很陌生 对 这底下观众可能真的听过的不是 当时不还在问吗 说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歌 不是很多人都说没听过吗 然后个别的都还听过 不跟家产一样 可是我是觉得 选这个歌跟我们翻的那个方式 嗯 其实都是挺冒险的 但是这个一直以来也是 卡尔斯做音乐的 选择就是要冒险的 这就没有什么可说的 不是 而且这各家的其他歌我们翻实在是不合适 嗯 比如《无地自容》什么的 嗯 然后《北京》 《北京》 然后《中鼓楼》 嗯 就或者是 那个 《觉醒》 就是 你说觉醒那种 那个更难翻 我觉得 就如果是 没有他的那个 没有第一毛的那个劲儿 你翻成什么样子都会 好 还有静止 就这个是 就很 我觉得顺理成章 但是 我觉得可能 没有那么惊喜 或者没有那么冒险 太简单了 翻 翻静止的话 嗯 就是你既然有那么多想法 干嘛 你没法放在那首歌里 嗯 但严重了 放那首歌里 可能 不是当时说 会 就是我会特别 那个大老婆说 你要拿这个方式翻那首歌 我会特别喜欢 但是 我觉得不对 对不上 不可能 就还是遵从自己的 创作的这个想法 对 而且我觉得 翻唱那轮特别的 可怜乐队的 就是积累 因为他在一个很 短的时间 就是很高强度的 去拍着创作 创作一首新的歌 然后特别可怜 我觉得 然后觉得真是 翻那首歌 呃 虽然可能过程中 大家理念 不是那么一样 但是确实 确要把我们三个 就是积累了 都能全都 真的是全都拿 嗯 我觉得没全都拿 还有保留 嗯 对 其实这个 这个歌 反正在我 没有保留 就是可玩的东西多了 嗯 在在我 如果我 我给现在这个分套打 如果打分的话 我可能可以打80分 嗯 但是我 我觉得 100分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就是 它可能更 更 不那么好接受一点 嗯 可能 连整 整 整剧的原唱里的词 都没有 嗯 它是只是一些重复的 相当于重新创作一首歌曲 对 但是 但是这样 应该肯定是做不了的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 就开实验的竞争 竞争性质的一个节目 还是要考虑一下 而在 在在我们 达成共识的 范围内 也就是 现在这个结果是一个 动作比较 就是比较好 但是你说的那样 我觉得未必排得出来 嗯 嗯 就最后这个这个版本 是 是 谁的意见多 或者是 或者是 怎么个妥协 如果 可能的话会有怎么样的 之前还有哪个备旋的方案 备旋的方案 就是 这个歌的底是 104的速度 嗯 然后 吉他 可能没有这种大片的 就是都是声音的东西 对 对 可能就是我 对那个 开始我们在争论是那个速度 然后我觉得那个 聊慢的 特别 不好唱 然后 嗯 然后我是希望快一点 二是 觉得原来那个歌的 就是 第一次那个旋律 可能需要保留 还有 有一段词 然后 可能他们俩就是觉得 不需要那种旋律 能选这一首 就你们其实来月下 当然肯定也是节目组邀请的 之前来的时候是 有什么预期吗 对这个 节目 或对这一季的结果 就我们的成绩嘛 嗯 我的预期就是一轮游 或者是到石墙 嗯 对 所以这两个都没达到 当时被复活的时候 就 就跳上去PK 嗯 就是觉得啊 就没有像想像像像像中那么消洽 嗯 对 但是我们第二轮演完这首歌 然后 然后走 是相当的帅 就是 石墙没达到 一轮游也没达到呢 就是 潇洒和帅的离开 我们俩就达到了 但实际上是 如果对于综艺来说的话 其实你们这种音乐 是有点冒险性质 对 既然去了嘛 就冒到底嘛 就让大家知道一下有这么一种声音 一种形式的 对 因为在第一首歌 我们调音的时候 就 一开始就 遇到了一个想法不一样的问题 嗯 就是 我们听 最后调开的东西 就是还是蛮偏流行的 吉他都没有那么刺激 嗯 包括他现场PK的那个摆的位置 也会影响我们之前那个吉他音色的那个特点 然后 对之后 跟 跟 金少刚师傅真的是 聊了半天说我们要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要的就是 就是 其他的 早音的刺激 然后 嗯 能量特别大 嗯 对 但是最后还是调出来了 然后就 就造成了一些人的不适 我觉得我们就是 不能说预期 但我们非常好奇 就去节目之前 就是我们的 这种声音 因为卡尔杰尔有自己那个特别独特的声音 但是他不是特别友好 就是特别要挑衅 嗯 就是我们非常好奇 观众听完了 或者成绩也没听完了 是会有什么反应 嗯 最后定歌的时候 就是你们有过究竟的 就选那首 没有 就大家比较统一做和声 因为这个比较能代表 靠自己的声音 嗯 就比较有代表性 或者人家表达的东西 我觉得挺适合的吧 但是可能 中间有一阶段 可能节目组比较希望我们唱中文的 或者就是改一下中文词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歌改的话 就不是那个劲儿 嗯 就也不能说为了唱中文而唱中文 最近这题最近在忙什么 说你们要准备新的歌 新的各种 对 马上要发一个新的单曲 然后也排过练 然后就希望赶紧尽快 就该干嘛干嘛 嗯 就这个节目不能 就它毕竟是一个游戏 或者一个比赛吧 它不能取到决定性的作用 说去评判这个乐队的 嗯 就是因为本身 其实它不太能 比赛 对 它不像一个体育比赛 你真的就跑过 第一个跑过中间 那你就是赢 但是因为就是没有那么 就它毕竟还是有很多主观的东西在看 嗯 每个人听到不一样 嗯 所以 就是它不能 评判你这 这么多年做的东西到底是怎么样 它只是在当下那个 游戏规则里的一个结果 所以 就参加完它再该干嘛干嘛 那它也不是一个比赛 它是一个综艺 嗯 嗯